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最热的新闻应该是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然后签订了一个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的协议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莫斯科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声明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迎来更大发展的新机遇 双方宣布将致力于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声明指出发挥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作用 将政治合作安全合作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国际协作作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 充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内涵 因为这个时候在这个中美关系也好 或者是所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也是非常高调的 非常隆重的这个接待习近平 这个呢引起了很多这个西方所谓的关注 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关系确实可以说 源源流长 错综复杂 对对对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其实中华人民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见解 其实是和当年的苏俄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对吧 当然这是历史了 因为二十世纪出这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 在全世界的兴起 对吧 这个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所以呢 很多国家的人民起来了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苏联是第一个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 自然和苏联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也叫做一面倒 对 当时毛泽东也有一句话 我们也不想一面倒 但是西方对我们封锁 美国也不和我们打交道 对吧 我们只能是这个一面 但是我们的五十年代 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 和平相处五项原则 那么和苏联 也叫前苏联 是六十年代初 发生了争执 然后关系破裂 这个破裂一直到了粉碎四人帮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逐步逐步的中苏关系有所回复 应该说全面修复的话 是应该在这个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 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 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 对吧 那么之后结果修复 关系修复 没两年 苏联就轰隆一下 就没有怕了 对对对 就变成了 俄罗斯和十多个 其他的国家了 那么这时候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处理上 我们回顾一下吧 九十年代的时候 简单 就是说 第一不搞意识形态之争 也没有意识形态 对对 第二不搞结盟关系 对 因为五十年代是和苏联是结盟关系 对 那么第三呢 就是说 合作互利 对吧 由这个好不容易 由过去的对抗 十几年的对抗 转向了这样一个缓和 对吧 那么但是呢 我们应该看到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中国的主要的 那个合作对象和希望 把关系更加密切的是美国 对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 实际上就是向西方开放 和向美国开放 那么这时候呢 需要 这个和美国这方面呢 大量的资本要接入中国 对对对 那么可是呢 这个苏联解体以后 变成了俄罗斯 俄罗斯自己自身的 有一段时间也顾不到外边的事 对很差了 对不对 因为又正当疗法 百日改革等等 折腾那么俄罗斯也是 对吧 到了什么时候 到了本世纪的初 也就是两千年以后 才逐步缓过劲来 对 再加上这个谁 原来那个前总统叫叶丽清 叶丽清 是个酒鬼 一喝酒就耽误事 对 那么 应该说普京上来以后 有寻心大志 对 这个 又从总理到总统 又从总统到总理 他可没这业绩服务点 来回换 各俄好 各俄好 就是说现在呢 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 逐渐可以稳定了 所以就是说 因为中美关系呢 其实呢 我觉得 这个时候呢 当然了 这个西方很关注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但是从贸易角度来讲 其实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 才有非常强的互补性 那么中国呢 其实和俄罗斯 从贸易的角度来讲 这个互补性呢 不一定很强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个 大概是应该是五年以前 或者六年以前了 中国曾经和俄罗斯 签订了一个这个私有 就是这个私有管道 对对对 大家好像从乌克兰那边 经过西伯利亚 经过中国东北 一直到中国 这个是一个天气 因为这个俄罗斯 现在来说的话 它的购买力和美国 还是不能相比的 对对对 所以中俄关系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头呢 是正热 经冷 就是政治上比较热络 经济上 还有一个就是高层热络 民间比较冷 对 那么从贸易上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产品是满世界在飞 对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 有一个特点 地广人稀 人口大概是两亿多 但是那地盘是全球最大 最大 它对中国的这个需求 和中国对俄罗斯的需求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它基本上需要生活品 因为俄罗斯 在转型过程当中 这需要很多年 因为俄罗斯过去 特别注重重工业 对轻工业和生活运品这方面 不太注重 我曾经80年代有个朋友 从苏联留学回来 第一批留学的80年 回来以后带了个相机 快门这么高 一点不夸张 我说你这相机 就是镜头好 我说我相信镜头一定好 因为俄罗斯在这方面 也是不错的 你知道吗 那么中国主要是购买它的武器 石油 木材这些资源性的 和这个武器性的产品 那么中俄一直没有达成一个 结盟的关系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 前苏联结盟以后反演 这段历史的使得中国 在世界上 在形成结盟关系上 特别的注意 我觉得是特别注意 你比如说 和朝鲜有过结盟关系 和越南有过结盟关系 和前苏联也有过结盟关系 但这三个关系 实际上两个半是不存在了 不存在 那么这个结盟关系呢 是往往有时候 面对外部的压力 你是抱团取暖 那么中国既然是改革开放 对这个怀抱是 映向全世界的 那么如果要是 存在一种结盟关系的话 实际上是不利于改革开放 就是所谓的双刃剑 对 但是这次情况发生 这次我觉得是 我个人认为是 没有表述的一种结盟关系 就是对外没有宣称 实际上呢 你看看他的协议上 讲的非常多 你知道吗 从政治经济军事 这个文化交流 方方面面 这个被忘 不是签署的联合声明里面 都涉及到了 首先我们想到的 这不是三天两天完成的 这一些事都不知道 摸合多少年了 为什么要出现这样一个东西呢 就是国际大背景 因为 中俄两国的地理环境 使得你可以不抱团取暖 背靠背 也可以解决后顾之忧 就是这么一个地理环境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针对美国的意味 也比较明显了 比如说俄罗斯允许华为 从明年开始 在俄罗斯开发5G系统 这个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吧 这个美国国务型蓬佩奥 满世界周游封杀华为 那么美国也是把华为列入这种 这个就是说你示范你华为购买美国的技术 购买美国的产品 这个一样要经过这个报备批准 那么俄罗斯 这个应该是这个在昨天吧 这个就是说那个华为的这个 这个是知青董事长 在俄罗斯签订那个开发5G协议 所以这个意味非常明显 因为习近平主席呢 对俄罗斯的访问呢 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最后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我想呢 这个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那么回到我们美国 这个 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还在打 还在打 对这个 除了这个对中国 在关税上 今天这个 我看这个有媒体报道 正在法国访问的特朗普 又说话了 说他在这个G20会议上 要和习近平见面 那么对那3000亿美元 司法征税 我谈的意思 他要考虑 就是因为现在这2000亿美元 已经是25%了 3000亿美元 这个25%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最后这个落实 所以他又发出这样征税的 可以讲他是威胁吧 那么不光是中国了 对印度 前几天是对这个 墨西哥 对墨西哥征税的理由呢 我觉得很勉强 你对非法移民 这个控制不力 就没有解决好 没有解决好 我就跟你讲这个 这个就缺点 这个墨西哥总统也说了 他这个非法移民 不光是墨西哥的 好多人是借道 宏都拉斯什么之类的 那么美国也说了 能借道你也得管好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加税是个钢 钢举目章 这个在武汉大革命当中 我们有个熟悉的词是 阶级斗争是个钢 钢举目章 只要抓好了这个其他问题 就迎刃而决 这个现在呢 这个特朗普是把关税挥舞这个大棒 高高举起 看谁不顺眼可能就会落下 干净落得轻一点 最近有一个要准备要落下的时候 幕僚说千万别 这是咱目前最可靠的朋友 叫澳大利亚 这有点杀红眼了 有点杀红眼了 所以特朗普呢 这个现在看来他这个征税 不光是针对中国 但是呢他有所侧重 对中国的话 他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呢 这个加税率之重 和别的国家是没法相比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除了加税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措施 同时要对你进行 这个围剿也好 围堵也好 对吧 或者对你有限制也好 那是不一样的 那么也有人放风说 中国这个要是实在压不下去 就增加50%吧 对不对 那么当然这是特朗普 晚上睡一觉起来以后 看看推特治国 推特治国 看看就怎么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 想要看看 我们总统的这个推特 发什么东西 发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那个 实际上呢 这个尽管这个 中美关系确实紧张 比如说中国外交部 很罕见地提出 这中国公民 到美国 要注意安全 那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 对中国公民 有骚扰的现象 什么骚扰呢 就是你入境的时候 你这个 这个什么 手机了 什么微信了 另外还有一个 前几天 这个都被媒体广泛的报道 就是说你在入境的时候 或者申请美国 这个签证的时候 要贴五年以来 你这个社交 这个媒体 什么email了 或者是什么 没有微信 没有微信 它里面有什么 有QQ 还有那个什么 微博 但是没有微信 对 所以就是说 种种迹象表明 中美关系 现在看点 是从经贸 可能到延伸到政治 或者延伸到其他领域 但是因为 这个虽然这个 特朗普政府是这样 但是对特朗普的反对声音 其实很大 像昨天 也就是6月5号 第四届 中国和加州经贸论坛 在洛杉矶 再举行 从这个与会 是这个加州的副组长 这个副组长 他在演讲当中 强烈表达 这个中国 就是希望加州 与中国的关系 更为紧密 要排除干扰 而且他参加了 今年4月份 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论坛 他是代表加州的 包括这个洛杉矶 进出口课委员会 以及包括这个加州 什么经济发展办公室等等 官员都参加了 这样一个论坛 那么中国呢 有这个广东省副省长 上海商贸委 什么重庆商贸委等等 大概将近150人队伍 这表明中美地方的合作 的意愿 是相当的强烈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这个 这个尽管地方有意愿 但是你毕竟这个 进口的关税的问题 是由联邦政府来控制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与会的这些 包括中方的代表 包括这个加州的一些 这个政府官员 官员都提出一些 就是看看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办法 在现有的条件下 能够更这个紧密的 这个加强交流合作 尤其是民间 尤其是民间的 所以 民间和地方 对 所以美国呢 他这个 就是现在特朗普 这个政府 和这个 当然不光是加州了 有很多州 比如说包括 这个华盛顿州 这些 华盛顿州 西雅图的港口 这个 与中国的金出口 贸易的这样一个量 应该仅排在 长提和洛杉矶港之后 还有旧金山 还有旧金山 对啊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是和中国的这种 开展贸易交流的合作 非常有激进 为什么有激进 就是说中美贸易 确实让这些地方 或者让两国人民呢 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是共赢的这个情况 这里边值得关注的意见 就是我昨天看了你们 尤其又看了这个 老松记者发的这个新闻啊 里面有一条很重要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利监合众国的 公使鞋而着商务参赞出席 对 就是租 对 那么一般来说 租参赞出席这样的活动 就表明了 这个大使馆对这个事很关注 大使馆很关注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一般因为这些活动 在洛杉矶是有总领事馆的 对 一般总领事馆要重视的话 就是说认为这个会 很重要 总领事 副总领事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参赞 商务参赞 都会出席 那么这次 这位珠参赞特意从华人栋飞过来 这表明了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对这个会议蛮重视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现在对这种地方和民间的这种 密切的密切关系 第一是非常重视 第二是 还要继续开展 它实际上传达这样的信息 那么我也看了这个这次活动 从加州来说的话 非常积极 因为确实加州和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 非常密切 这个 说应该是互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我们先从中国输美的产品 大概百分之 至少七十吧 或者八十是进到加州的 通过加州转移 对 接近七十 通过加州 因为你就是洛杉矶港 长铁港 旧经商业港 还有一部分就跑到西雅图了 因为你不肯定到纽约港 对吧 然后来了以后再转移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 带来了什么 就业机会 带来了税收 带来了很多东西 那么我们在中国旅行的时候 也经常会看到加州的水果 加州的干果 在超市里都有卖的 销量还很大 经常是朋友们赠送 访清探友啊 赠送的礼品 质量也蛮不错的 所以还有加州的红酒 那么就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 加州和中国的这个关系 双方还是很重视 也很珍惜的 通过这次会 就希望还继续 但是中国的方面呢 有一个好处 它在哪里 它从上到下 态度是一致 一条形 对 美国呢 现在呢 我们前两天 我前两天见到一些市政官员 地方的这些市政官员 也是表达了对 希望能够中美贸易战终止 然后希望呢 尽快地回复友好的关系 和保持友好关系 因为会带来投资 会带来创业机会 那么对双方都有利 但是呢 因为美国这个上下级关系 它有时候是两张批 对 联邦说联邦的 州政府说州政府 但是呢 州政府有一些 关于货物进来以后 第一道收税 这是联邦的事情 联邦 那么加州没有办法 对不对 加州也没有办法 说是取消联邦税 它只能是呼吁 对不对 净宽的 但是我们又要看到 我也原来说到就是中美这个 中美这个商贸基础 这个互信基础 在民间还是有的 尤其是在加州 对 我们刚才再反过来说 这个中俄关系 说政治上热 经济上冷 实际上呢 中国的企业进入到俄罗斯 受到的待遇 没有远远不如进入美国 尽管美国现在对中国有限制 因为俄罗斯这个商业环境比较差 你知道吗 经常就是警察给你把这个地方查封了 不打预警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收钱收费收费的这个情况 也是经常发生 所以那个城市 经常我们谈你岛爷的城市 现在那边还是岛爷的城市 因为你和这个加州和这边 这边硅谷 这边包括这个 好莱坞这种文化产业 以及这种公共教育 和丰富的旅游资源 对吧 这个还是跟俄罗斯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看到 就是美国机会还是蛮多 美国的这个 整个的商业环境还是非常好 然后呢 美国的这个民间和地方呢 与中国合作的这种愿望 还是非常迫切 那么有了这个基础的话 只要贸易战一停 对不对 这个双边关系 我觉得马上就会回复起来 然后呢 很多事情又会热络起来 对 我觉得呢 这个中美关系 这个从长远的角度看呢 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可以恢复到 以前那样一个程度 当然了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已经说了不可能了 特朗普这种强硬呢 当然他一方面呢 按照他的智囊团 或者按照他的这种这个战略分析呢 就是说 他应该是有一种这个大选的这个考量吧 对吧 这是一个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真正的美国民众 这个我在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也谈到 如果你这种这个关税 是吧 这种加上以后 确实导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 物价提高 市场萎缩 因为你物价高 大家都不买了 你不买了就没有什么GDP了 对不对 它整个就萎缩了 这样的话 我想选票呢 是会说话的 是 那就是说呢 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节点或者拐点 你看G20 对 习主席和这个 特朗普 第一点是不是见面 第二点见面 见面肯定要见 握手也是见面 但是关键问题 现在大家希望 昨天一篇文章 就希望特朗普坐下来 好好和习近平谈一谈 这是全球的一个希望 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 实际上对全球都有影响 好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好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大家 下周见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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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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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